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主持杯 大家好 同學有問到說 在家裡來供奉子仙牌 沒有供奉的神尊 這樣可以嗎 我們以道家的習慣來講 他講我們的住家是屬於陽宅 主心的牌位屬於陰 公共神尊屬於陽 所以一般的建議如果說在陽宅裡面 換個陰在拜拜的話 主換陰 沒有換陽 也就是沒有神尊 慢慢的這個陽宅的陽氣就會不足 就會慢慢的一個削弱 這個家看起來就會比較消沉 比較沒有活力 如果有神尊的陽氣在這裡面 這家就看起來比較活力 比較有生氣 比較有活動力 所以我們道家來講說 一般有安祖先一定會安神位 天地這樣子的一種講法 是最好 甚至於道家講 沒有祖先的牌位沒有陰 陽宅裡面擺陽 就是所謂的拜神仙也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只按這個 所謂的神子牌 那個陰的拜祖先 你最好能再加一個神尊 這樣是比較好的 當然這個拜家裡拜祖先 拜神明 遇到一個問題 常常有人問我 就說我們現在要出國去 家多沒人 沒有人 那怎麼辦 如果說你家裡只按一個神明 就這樣按個馬祖再拜 你如果要出國三四個月後兩三年 要到國外 回來再次來治家 那時候這個神村 你可以請到馬祖廟去暫放 每個馬祖廟好像禮館一樣 暫時的學校 可以去那邊生召 或者在那邊站姬 那祖先牌呢 祖先牌你要請到哪裡去啊 總不能哥哥請到弟弟那邊去啊 那A是可以啦 可是大部分我們沒有這樣的習慣 那也就是說 你家裡有神尊在那邊 有祖先牌在那邊 這時候我們就跟他告假 跟神明禮報 跟祖先禮報 跟告假一下 我要出國一兩年 恐怕就不能跟你上香 這樣子請他們呢 體驗 讓他們呢 一定能接受 因為神明是慈悲的 他會了解你 那慈悲的神明 他OK 都OK 因為你有苦衷 你有西藥 他的邪制 他就會安撫我們的祖先 就比較不會有事情 那總會 各位不能拜一個祖先 就把他丟在家裡 這個是不對的 那如果你有神明 那他會照顧 會把他協調得很好 那這是我的經驗 長期以來從小到大 接受到了這方面的知識 我歸納出來了 供各位做參考 以上 謝謝大家 感恩大家 麻煩這次北 謝謝大家